那我就着行给你们的餐厅 享之一星吧 我觉得我们之间也只是相差那么一点点 那那呢 十只好厘 没有一千里 放心吧 往后的一个月我还会再来一次 要是到时候还是做不到我这个标准 那我就彻底取消你们米其林餐厅的资格了 怎么这么早就下定论呢 洛曼斯又不是只有他一个主厨 除了他 我还没出手做菜呢 你 你也是主厨 对啊 我身为洛曼斯的大股东 你要以菜品不够好取消我餐厅的三星评级 我当然有权利提出异议 你是来搞笑的吧 就凭你也敢来挑战我的惠灵的牛排 这有什么不敢的 我可是在汉斯国的国际名厨的指导下 学习了三年多 期间做了不下千次 才做到如今这个水准 而你看起来就不像是会做饭的样子 怎么可能比得过我 我劝你还是不要垂死挣扎了 我还没有做 你怎么就知道比不过你 既然你想自取耻辱 那我就成全你 请吧 我感觉这评委分明是对四大厨因爱生恨而找茬的 帅气老板下厨姑祭也悬 我倒是蛮期待了 老板长得那么帅 会不会做菜也很好吃 大家拭目以待吧 说不定有奇迹发生 师父 要不我给你挡下手吧 不用了 你在旁边看着就先 这是我教你的第二次 好的 太 太厉害了 整个操作行营流水 一气合成 好了 都是基本操作 别发呆了 端出去吧 是 十三师傅 陈评伟 请吧 我操 太 太好吃了 这惠灵顿牛排竟然做得如此好吃 我感觉我的灵魂在一瞬间得到了升华 仿佛骑着可爱的牛 在惠灵顿大草原上自由自在地飞翔 喂 怎么样 是不是好吃到爆了 我都看见你照了 实在难以置信 这个表情平淡的年轻人 居然能做出如此美味的惠灵顿牛排 太离谱了 他究竟是谁 一般般吧 也不怎么样 我看你是死鸭子嘴硬 来来来 大家都来尝尝 我家先生做的肯定比他的好吃 太好吃了 我原本以为师傅您做的隔干已经是最好吃的了 没想到牛排竟然也那么好吃 不错不错 看来还是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啊 刚才觉得这个陈平伟的比斯主厨的好那么一点点 但那也只是一点点 但是和大帅哥做的实在差太多了 我都是老饕铁了 口味很刀钻 但是我觉得这个叫十三先生做的这个完全碾压陈平伟 嗯 确实 看来米其林三星宝珠了 哼 我是米其林评委 我觉得他这牛排不行就是不行 你们这群外行说的不算 一切得听我的 陈评委 我承认我做的牛排确实稍逊于你 但是十三先生的牛排真的比你更好 这个是事实 群众的眼光都可以证明 对我们餐厅的评价有失公允 很不公平 什么叫公平 我是评委 我的评价就是公平的标准 我说你们罗曼斯不行就是不行 谁来都没用 我现在就给你们取消米其林餐厅资格 简直就是狡辩 抢词多理 你 你居然敢打我 你们一定会后悔的 喂 就立刻取消魔毒 罗曼斯米其林三星资格 你 你怎么可以用这种恶恋 蛮横的理由剥夺了我们米其林三星资格 哭吧 你就算哭 我也不会其轨 老子就是这么任性 老子就是要你的 罗曼斯除名 谁叫你 你觉得你是米其林三星评委 就有任性的资本了 老子是米其林评委 自然有掌握米其林餐厅的生杀大权 要是你们跪下来求我的话 说不定我还会保留你们的异星 行 那你慢慢做梦吧 喂 罗峰 我记得你之前说 你和米其林集团的老总很熟吗 是的 十三先生 我和米其林的总裁 波斯特先生现在就在博度 刚我还想着过来 找您和六哥聚聚呢 巧了 那你现在问一下 他这个米其林公司卖不卖 哦 您这是又要不什么聚吗 哈哈 你问他就是了 你帮我转告他 无论他目前市值多少 我给他30%的一价 好的 十三先生 他说对您的收购提议很感兴趣 要不要我现在带他过来和您细聊 行 我们先在米其林洛曼斯三星餐厅 好的 我们等一下就到 这个小子居然不跪下来求我 反而要去购买 米其林三星餐厅的评选公司 这他妈脑子进水了吧 你在说什么大话 你知道我们公司价值多少钱吗 是不是说大话等一下就知道 真是不自量力 你知道我们所属的公司是谁 米其林 世界最知名的轮胎厂商 你为了保住这家餐厅的米其林称号 想购买米其林公司 真是异想天开 米其林公司是高卢国知名轮胎制造商 出版的美食级旅游指南书籍的总称 其中以评鉴餐厅及旅馆 树皮为红色的红色指南最具代表性 而米其林三星市集对餐厅评级的最高级 由于极其严苛 全世界只有100多家米其林三星餐厅 他们公司可是世界500强之一 听说一年的营收额是1000亿刀 想要购买这样的一家世界500强 只为了区区的米其林三星名单 要不要这么凶残 这样的庞然大物要买下来 我的天哪 是世界疯了还是这个帅气老板疯了 罗峰先生 你这位朋友到底是何方神圣 为什么这么好喝 准确地说 他是我的老板 你老板 准确地说 他是我的老板 你老板 对 我能在漂亮国买那么多房产 都是拖他的福 可是一下30% 他不是开玩笑的 像我们这种 世界级大公司 一般出售都是一部分股权 对方换股 也不会全部以现金方式购买 你就放100个薪吧 我们十三老板 虽然年纪不大 但实力绝对是杠杠的 你知道现在轰动世界的 币氏芯片公司吗 哦 你说的可是那个 发明了跨时代光子芯片的 币氏公司 对 这个只是我们家十三先生的产业之一 还有的晚点我再和你细说 啊 呼 光这个芯片公司 就足够把我们吞并 十几遍了 阿福 开快点 我们要在这位大金主 没有失去耐心和兴趣之前 赶到洛曼斯餐厅 是 楼宝 股票市值永远是市值 只有换成真金白银 那才是真正的钱 人呢 怎么还没到 急什么 说不定再等红玉灯呢 少给我再吹牛了 我可没有时间 给你们在这里 嗯 我操 走 总裁 真的是我们总裁 他们真的有能量 把他请来 十三先生 六哥 疯子 好久不见 嗯 想必这位就是米其林的总裁了吧 对没错 波斯特 我前面这位就是我和你说的十三先生 十三先生 九仰大名 你好你好 我叫波斯特 波斯特先生 你好 想必罗峰已经和你说了我要收购你们公司的事情了吧 哈哈 我亲爱的十三先生 上帝会保佑您的 您确定要收购我们米其林公司吗 是 目前你们市值多少 我们目前的市值是一千亿刀 好 跟电话里说的一样 溢价百分之三十 一千三百亿刀 我全部买下 卧槽 我没听错吧 一千三百亿刀 可不是一千三百亿划下币啊 换算下来 差不多是九千多亿划下币啊 这小子 确定不是在吹牛逼吗 还是十三先生牛逼啊 我以为带波斯特过来 想让十三哥和他坐下来好好洽谈一下 没想到啊 买个世界五百强的公司像买白菜似的 十三先生 您不砍砍价 其实 昨天收盘的时候 是九百六十亿刀 我故意多说了一点 就是想着 能在谈判的时候 有回旋的余地 没想到他居然那么爽快地答应了 我这个人不喜欢讨价还价 十三先生大气 那您看是股权还是现金呢 现金 你把账号给我一下 我现在转 哦 好 好的十三先生 对不起 您的银行卡单日转账额度为一千一刀 啊 限额 十三先生 您的卡限额了 剩下的要不我从星城贸易走一部分账 也行 那后期米其林公司的运营全权交给你负责 啊 好好 谢谢十三先生的信任 我一定不负您所望 您的银行账号收到星城贸易公司汇款三百一刀 卧槽 我见过富豪 但没见过神豪 这钱花起来连眉头都不带皱一下 神豪大老牛皮 天啊 我们刚才居然吃了十三大老亲手做的牛排 身体充满了幸福感 我要忍住不饿尿不饿时 把这份幸福感存起来 十三先生 我冒昧的想问一下 您到底为什么收购我米其林集团 这是打算进军造车市场吗 还是有什么商业上的宏图伟业 哦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因为它是你们米其林集团三星餐厅的评委 说自己可以很任性 给我的餐厅打差评 所以我就想着买下你们集团 看它这回还怎么打差评 就这 你是因为餐厅要被打差评 就买下米其林公司 神豪都是这么任性的吗 大老 你既然这么有钱 眼睛一眨 都能拿上万一滑下臂 砸死我们米其林集团 何必要绕这么大圈子 你直接告诉我 你的实力 我直接给你跪了不就行了 原来是你一拳谋私 是吧 你不配当评委 你被开除了 你给我滚 总 总裁 您听我解释 解释就是掩饰 你居然敢得罪十三先生 我不光要开除你 还要起诉你独职 一拳谋私 让你在圈子里混不下去 为了出口气狂砸上万亿华夏比收购世界五百强 只为了让公司总裁亲自殴打一个以权谋私的评委 这拨标 这拨标 总裁 好了 明天半夜屋的有点多 明天半夜屋的有点多 可能需要等一下哦 嗯 现在咱们银行都快变成免费休息站了 什么人都可以进来都来休息 蹭网蹭水蹭空调 你看那边那几个 直接翘着二狼腿玩手机 像什么样啊 哼 你等着瞧吧 一会看我的 我把他挤对走 看他以后还有脸没脸没事跑到咱们这来 不会出问题吧 咱们头上有监控 龙哥可别冲动了 我只是发个牢骚而已的 放心 我可是老鸟了 什么能干不能干 什么能说不能说 我清楚得很 就算是厚掉监控也保证滴水不漏 插不出我的言语任何问题来 上次就有在咱们行蹭网的男的被我一通挤对 躁得满脸通红滚蛋了 这种人你给他点好脸色 他就灿烂 我让他们明白明白 这可不是阿猫阿狗都能带的地方 哼 那待会就看龙哥你的了 那待会就看龙哥你的了 瞧好了 请A1058号到2号窗口 十三先生 闻到你了 哦 好的 您好 拜什么业务 麻烦帮我把这个卡的转账额度上调一下 您想要把转账额度提到多少 上调转账额度这种业务属于较为少见的片门 这几人分明是想要蹭我们银行的空调 还有免费水 免费沙发 免费WiFi 但又怕我们银行保安驱赶 所以找个借口跑到这里来办业务提升转账额度 帮我提升到一万亿华夏币额度 这位先生 我没听错吧 是一万万华夏币还是一万华夏币 一万亿华夏币 还需要我再重复一遍吗 您真的需要用到一万亿用来转账 嗯 实际上提高转账额度并不需要真的有钱 只要有任何一张卡就能办 您要是真那么有钱 干嘛不去VIP专用窗口呢 怎么了 不行吗 不不不 当然行 我只是想问您一句 一万亿华夏币够吗 要不给您整够十万亿华夏币 厉害了我滴哥 你要这么说那还真有点不够 转账额度给我提高到十万亿华夏币吧 以后造宇宙飞船的话 用到的钱可能有点多 见过吹牛逼的 没见过这么吹的 居然用提高转账额度这种来装逼 还造宇宙飞船 啊哈哈 这个笑话我可以笑一年 年轻人 吹牛也要有个限度啊 先生 十万亿的额度确定够了吗 勉勉强强吧 先这样吧 你给我办完了转账额度 升到十万亿 现在就给我转十万亿到这个银行的卡上去 这十万亿我不存你家了 这 这 卧槽这是隔壁爱存不存银行的黑金卡 这可是他们银行的超级VIP啊 存款至少万亿起步 嘿 黑金卡 万亿起步 难道眼前这个年轻人说的都是真的 这是十万亿 不是十万块 我们分行一共才有十多万亿的存款 这绝对是我们的大佬中的大佬啊 要是他说的是真的话 那得嘴他的后果不是我能承受得起的 这位先生 您 您不是开玩笑的吧 你看我像是在开玩笑的人吗 你现在已经耽误我三分钟了 麻烦快点 请 请稍等 这 十三多万亿滑下币 这是什么神仙人物 银行卡里居然真的有十多万亿 对 太恐怖了 要死了要死了 我已经能想象得到我惹到这尊大佛的后果了 就算这钱不是他本人的 但只要是他账户里的 那不管走到哪家银行 银行都要把他当爷当祖宗供起来 您 您确定要转账啊 当然了 你不是问我了吗 十万亿转账额度够不够 我既然提高了额度那就用呗 可是 可是什么 这是我自己的钱 我转账有什么问题吗 您 您今天这十万亿额度 也不够一下子转走全部啊 对吧 哈哈 嗯 你说的有道理 我本来想有空再慢慢转拿另外的三万多亿的 那就给我再提高转账额度到二十万亿 我一次性转走 你是不是傻逼 别人都是想办法怎么劝大客户回心转意别转账了 你可好 居然说人家十万亿不够 这钱要是转出去了 那岂不是要了我们银行的老命了 这位先生 不用劝我 赶快给我办业务 我还有事呢 十三先生 不好意思耽误您几分钟时间 航长 十三先生 您怎么不去贵宾市办理呢 在哪里办业务都是办的 叫你们的人赶紧帮我办了吧 十三先生 刚才是个误会 我向您诚挚道歉 不用了 我一会还有事 赶紧转账吧 对对对 十三先生 这是一个误会 使我有眼无助 求求您大人有大量 不要和我计较吧 我不想再重复一遍 十三先生 办好了 请收好您的银行卡 谢了 杭龙 你给老子滚断 谁饶我美吗 喝 今年的奖金全扣 行者 凭什么呀 凭什么 就凭你一个人气 跑了我们十万亿的存款 这是他的钱 他想转做我能留得住吗 这是十万多亿华夏币 不是十万块 存在我们行里 一年少说利润一千多亿 可是 别给我可是 这个钱你必须赔 我现在就打电话 给律师起诉你 行者 不要 我知道错了 十三先生 咱小七还没有生活用品 衣服 鞋子之类的 哦 对 我们去附近商场采购一番 好的 小七 你看哥对你多好 请不要爱上哥 又哥 我明白人类感情是比较复杂的 我们终究是两个物种 小七 我说的是兄弟情感那种爱上 你别误会 我是通过分析人类男性情感得出的结论 一 身类角度 当一个男的看见喜欢的女性 或者身材前吐后翘的时候 他们的心跳会加速 血压会上升 呼吸会变得急促 这些生理反应是由人类大脑中的某些区域控制的 如性人和和下丘脑 从我们被十三先生召唤出的那天 你就产生了类似的行为 二 严合肢体的表达 不同的面部肌肉活动对应不同的情感状态 肢体如手势 姿势等 人类男性通过这些表达 从而来引起周围女性的注意 三 认知角度 十 心理学角度 一个人类男性对一个女性 经常毫无自尊地取悦讨好 类似狗狗一样摇尾起怜 讨好八戒 用现在的话术来说就是 舔狗 舔 舔狗 哈哈 小七你真是厉害 一眼就看出了他的狼子野心 谢谢十三先生夸奖 十三先生 我没有 我正把他当妹妹 放心 我也不反对 喂 哪位 十三先生 您好 我是刚才特爱存银行的行长陆文 嗯 怎么了 是这样的 我打电话给您是想再次跟您说声对不起的 我这个人爱曾分明 你并没有对不起我 所以不用跟我说对不起 嗯 十三先生 我知道您的气还没有消 是这样的 那个黄龙已经被我们开除了 还扣了他一年的奖金 我们给您买了点礼物 想当面上门向您说一声对不起 只是我们表达一下愧疚之情 我现在还有事 暂时没空接待你 那十三先生 您看一下存款能不能再转回来一点呢 不然我们整个分行都要完蛋了 可我已经转走了呀 爱存不存银行那边已经打电话给我了 表示十分激动 高兴 为此还私人定制各种服务 我们也可以提供各种服务 请您一定要回来啊 不然我们几十人都要下岗了 没机会了 再见 开什么玩笑 我存自己的银行不香吗 本来还想给你们点机会 可你们不珍惜啊 开什么玩笑 我存自己的银行不香吗 本来还想给你们点机会 可你们不珍惜啊 亲爱的 家里没有洗衣液了 我们买点吧 灯 可以 十三先生 他这是在干什么 他拿着手机给人家扫码 这是在家人类男性的好友 发展线上田狗 应该是吧 小七 你能不能不提田狗 哥哥求你了 好的 不过你这样说 我仿佛看到那男的头上 顶着一大片绿绿的大草原 嘿嘿 亲爱的 你看这个洗衣服好 还是这个洗衣服好呢 你问我这个干什么 是你洗衣服又不是我洗衣服 你眼光好 帮我参考一下吗 这个吧 黄月亮的好 听你的 亲爱的 十三先生 那个人类女性一直对你眨眼计 想让你家他好友 他也想把十三先生业 发展成他的田狗 我对他不感兴趣 六哥 那个人类女性在断你 瞪我 我就那么不堪吗 不行 我忍不了 哈哈 别气别气 送你一个礼物补偿一下 哇 这不是断货王华为Mate60 Pro吗 我一时都没抢到 我也领到了 还是全新LTP顶配的呢 可是我上次从应用商店下载都没看到呀 你下错了 左下角才是福利专服 我特意申请了一万台苹果15 Pro Max 做华为Mate60 Pro做专属福利 这批只有我这有 我这台上先就能看到手机领取界面了 还有降向茅台呀 没错 茅台是限量一千份的 先到先得只要点我左下脚链接下载 完成任务后 零手机轻轻松松 我等一下就去下 对了 我想到一个好办法 你去装一栏绿色物品去送给那个男的 哦 十三先生 还是您高明 你在干什么 我们认识吗 不认识 兄弟 您是按时我都做了 我只能帮你到这了 不用客气啊 绿色 蓝字 你刚才在干什么 没干什么呀 没干什么的话 那的男的为什么会给我那么多绿色的东西 还给我带了绿色的篮子 亲爱的 那个肯定是神经病 我们别管他 我看我才是神经病 被你绿了我还傻傻地给你当舔狗 一天到晚抱着个手机看个不停 把你的手机给我 我手机里什么都没有 哪了吧你 没有你慌什么 宝贝 你好漂亮啊 两麦 也不也 拿宝贝 今晚见个面子啊 这些几分钟前新家的几个男的都是谁 他们怎么都叫你宝贝 亲爱的 你听我解释啊 滚 我现在看到你就觉得恶心 这些东西你自己慢慢买吧 小强 别走 我错了 我还是爱你的 我还是爱你的 鬼 不改你吧 买马活去 十三先生 你说那个男的懂我的意思没有呢 那就看那个男的包容态度了 如果他不在乎 那么绿色时尚就从一顶绿帽开始 嘿嘿 这是我估计没几个男的能忍 哎 这就是当舔狗的下场 十三先生 能不能不提舔狗了 不提不提 走 进旁边的协议店看看 忙碌中 忙碌中 没有拉八块钱 你好 您在左下脚云上大陆领取的华为MH60 特务已不宜发货 请留意物流跟踪信息 好的谢谢 十三先生真靠谱 挂会机就领到了 小意思啊 喂喂喂 嗯 你们都出奇 出奇 对 这个架子的新鞋都是我们看上的 所以也别想买 对对对 都走吧 这个店今天关门了 不营业 今天不营业吗 怎么会不欢迎客人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遇到了鞋霸 我只听过灭霸 没听过什么鞋霸 他们到底想干嘛 这不是最近炒鞋炒得很火吗 他们就是专门以炒鞋为生的黄牛党 黄牛党无孔不入啊 房子火了 就有炒房 楼花 购房资格 看病难了 就有炒专家号 挂号的 本来几十块的挂号费 被他们炒到了几百块 甚至几千块 孩子要上学 就有炒鞋区房价格 上学名额的黄牛 病人住院要抢救没有血液 就有炒输血的黄牛 现在连买的鞋 都有炒鞋的黄牛 因为我们店是整个品牌的高端旗舰店 所以我们汇进很多最新的款式 是别的店没有的 甚至在整个华夏内都是很少的限量版 在我们店里都有 而他们在我们这里几千块钱买入 出去一翻手就是几万块 从两三万到八九万不等 所以说 他们为了要哄台价格必须消灭存货 本就稀缺的限量版球鞋被通通买下 市场上就没货源了 是的 他们直接将鞋子想要炒到多高 就炒到多高 这么一说的话 这种职业天生就让人厌恶 那你们为什么不抱不快 这些黄牛囤鸡居旗 已经算犯法了吧 我们开门是做生意的 他们一次性买光了我们的存货 这个并不违法 就算叫来捕快 也顶多警告他们两句 不可能因此拘捕 那这品牌的忠诚度可就被大大影响了 是啊 再这样下去的话 我们店迟早要关门 唉 那倒不至于 让我们去会会他们 真的吗 就像我一样的 我一样的 你还不回来 你还不回来 你还不回来